核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送的是什么东西,竟如此兴师动众? 这个东西为什么让专家学者看见第一眼,就不用自主地产生敬畏感? 敬请收看五集系列片《走进寂寞》第五集,由寂寞赏国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一级文物要从金库里提出。 吉莫市博物馆馆长张文博为协调此事费尽了周折,今天正式拍摄,他更显得紧张严肃。 从金库里取出这无价国宝,需要他亲自监管护卫,保证万无一失是他的重大责任。 为了拍摄这件宝贝,摄制组在两年前就提出了申请,今天这深藏不露达千年之久的面容,终于将暴露在摄像机的镜头前。 它就是被历史学家形容为身有敬畏感的宋代金银妙法莲华精。 特殊功能的保险箱挂有三把锁,必须由博物馆及另外两个相关单位负责人聚齐,才能打开这三把锁。 这是铁的规定。 西史,庙法莲华精是大乘佛教初期经典之一,历代版本存世很多,并不稀罕,寺庙里几乎都藏有各种版本的经卷。 既然存世很多,为何寂寞的这部庙法莲华精成为西式真品,被国家授予国宝的称号,列为了一级文物,那一定有耐人寻味的来头和绅士。 金银妙法莲华精展开的瞬间,我们大家好像在举行一种仪式,人人都屏住了呼吸,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我们仿佛听到了写经人的心跳。 庙法莲华精虽然有多种协伴,但在宋代用金银来书写的经卷,却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 这部宋代的庙法莲华精,为什么能完好保存至今?它有什么唯我独尊的价值呢? 首先,这部经卷用的是至今发现的最古老和最好的书写纸张,宋代昂贵的瓷青纸。 即使在科技发达,已有千百种纸类的津贴,瓷青纸仍是难以企及。 那么,古代的瓷青纸是什么原料制成的? 皮纸,主皮就是主树,一个墨子方一个褶子,主树的那个皮,把那个皮接下来打成纸浆,做出来纸。 因为一般来说到宋代就是主皮纸最多了,也是最好的制纸的材料。 这个纸造出来以后,然后怎么样加工成这个写进纸,这里面就有很多工艺。 第一个就是,从那个厚度来看,它可能是有不只是一张纸,可能有两张纸,三张纸,它把它和成在一起。 然后呢,它还要用那个上颜色,上颜色呢,它就是要用的是那个湿,湿青色,湿青色为主,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颜色呢? 它就,但是湿青色是主要的。 然后,这个纸上颜色以后啊,它还要压锅。 所以我们看这个纸啊,它这个表面看了,它这个,呃,给人一个很结实的感觉。 这种湿青纸,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纸,很稍贱,可以说每一件。 专家介绍,这种纸不仅柔软,细腻,光滑,还有防潮,防虫,防腐,不褪色的功能,并显得富力典雅。 那么,科技发达的今天,就不能制作雌青纸吗? 咱们这个刺青纸跟那个宋朝的刺青纸相比,那还是有差别,有很大差别,工地上就有很大差别了。 有什么差别啊? 现在只是说,现在你只是,我们只是用那个宣纸啊,照着这个颜色做出来的。 原来那个工艺肯定你肯定是达不到了。 在工艺上有很多的指标,你是已经远远达不到原来那个指标了。 那现在它是怎么做的? 现在就是宣纸染色嘛,它那个制造工艺到现在已经失传了。 这部《妙法莲花经》第二个珍贵之处,就是中国考古史上最久远,也是保存最完好的,用金尼和银尼书写的千年佛经。 它写于宋代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经文既为凯体,为宋代书法精品。 佛祖的名字和佛像均用金描写,表示对佛祖的尊敬,其他经文用银写成。 在有一个重要价值时,它其中体现了北宋时制作工艺的发达。 无论是装表、纸张、文字,还是它所展现出来的美术价值、书法价值、宗教价值,都达到了历代最高的水准。 是绝对顶级的金装版手抄本《金银佛经》。 写金这个东西啊,包括它的文字,你要写出来,我们写的可能比它好,但是写不出它那种虔诚的心情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超越的。 专家介绍,金银妙法莲化经让人不能超越的,还有经券上用的隔水贴金工艺。 在史书中,隔水贴金的技术也找不到蛛丝马迹的记载。 现在贴金技术就没有了,怎么贴上去的,怎么操作的,细节上都没有。 失传了。 对,失传了。 也就是说妙法莲化经至少说有两样东西失传了。 对。 第一次看到了以后,就让人又来什么那种素来,送到素来。 其今啊,我第一次知道这四楼子的汗一样。 看到以后,那个拥链粘开了以后,那个,这个,无论它的画面也好,它的字也好,它的中国人也好,非常非常的震撼。 非常非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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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嗯, 这个制作这么一部珍贵的旧宣 其实我觉得虽然没有旧国鉴定 但是在我的这一项当中建筑的艺术品 觉得这是顶钱的 《妙法莲花经》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说你那么一个青岛式寂寞 一个县级式能出现这个样的文物 非常惊讶当时 这宋代的宝贝能流传千年 它的价值本身就不可估量 再价值瓷青纸和隔水贴金 这两种工艺的失传 使得这件一级国宝更加显得迷俗珍贵 请继续收看《游几末上国宝》 上千年的这个佛经 居然还轻光灿灿的 没有多少俗看 你看这个纸张就是 历经的将近一千多年 它们又没有虫女 有些专家的考证 就是说它在这个制作当中 它加上很多自然的那种 好像那种防护的 虫子就遇到它 它不敢靠近它 我们做过研究 现在纸张好像用很多 花雪和虫的虫子 当时的这就是不是 好像就是纯天然的 在国家网络区对我们这个 尤其好用的说一般的情况下 有没有实验 它出来以后 现在这个工具当中 虽然比较多 它对纸张还是不够怪的 在出来以后 不管怎么说 就是这个经 这个学害 现在我们如果研究经卷 一般就是对照照片 对照照片的情况很大 就这样我们继续研究 整个经卷 我们画下的莲花经卷 没有一次挫折 这就是人家非常难得 整个画莲花经是七卷 每一卷 也就是十一里 也就是十六 据一些专家的分析和研究 造这么一部 一部莲花经 又耗时十年 秋里四年 就是一路四四年 这个是造经的结束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往上推 就是用在一路三三年 所以我们就开始 新到这个花经 造一部经卷 为何耗时十年之久 又如何经历近千载 偶然面试 专家介绍 这是一项非常耗工耗时的工程 抄写达七万多字的经卷 在写经时 不允许出现一点差错 如果有一个字写坏 或者写错 不可修改和涂抹 只能使整部经卷 全部作废 所以书写者 要特别用心 仔细 更不能在疲倦时书写 这必然耗时较长 那么专家又依据什么 认定这部经卷完成于1044年 在经卷的第七卷 卷尾处有这样的文字 敬礼四年太岁甲申十二月 物字朔五日 人臣弟子何子之 造次经一步谨记 后面还有一个 做过一次修缮的提计 大明洪系元年 公元1425年 由可福城修缮 这个纸 这一部分全部是宋朝 那明朝的是哪一部分 怎么能辨别出来呢 明朝的辨别是 从中间过渡到 很明显 很明显 这样它就比较轻一点 所以一个发来 一个发挥 发挥就是时间比较长一些 它和空气当中两枪 做氧化 右边这一部分 发挥的就是宋朝的 左边这一部分 发蓝的就是明朝的 这个太明显了 馆长你看 这个领上就没有金子 好像这个符 金子就少一点 这是脱落的原因 还是原来就这样 这就是时间长了 自然脱落 现在这个维修以后 也是保存这个现状 陈馆长介绍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卷 已是在2007年至2011年 经过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过的 修复过程历时四年 那么修复前是什么模样呢 这是修复前的照片资料 造一部金卷 造一部金卷耗时十年 修一部金卷耗时四年 这段漫长的修复时间里 都遇到哪些难题 都修复了哪些地方呢 因为这个国家一级文物 不能说想怎么修怎么修 我们也得开会 也得研究它的修复方案 或使用什么材料 我们当时第一年是 主要是以这方面进行讨论 修复方案 还有怎么承担了一定的风险 这都考虑到了 你们是依据什么 这个修复的妙法莲花金 依据元件 那比方说元件破损了呢 元件破损了怎么办 那如果说破损了 那你预计什么来修复呢 就是元件破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它只是颜色有一些 这些发霉的地方有一些调 基本都是完整的 后面就更加完整 主要是前面这一段比较破 都修复了哪些地方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因为它这个东西条比较多 几乎从上到下 条比较密布 有横的有重的 每卷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这个卷 它这个条比较多 就整个同头到尾 全是条 所以就是每弄一根条 特别麻烦 而且有时候 你觉得合适以后 把卷子卷子 那又裂了 所以不断重物 宋代的金卷呢 我是第一次修 就是包括瓷青纸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 修的时候 除了就是我们有一种责任 另外一个 我们就是修的时候呢 就是挺精心的 非常精心这件事 因为刚才老师呢 也说了 它那个金银字啊 都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修的时候 就是特别注意 此次的修复 对西式珍宝 金银妙法莲华经 长久保存 非常重要 目前在经卷上 没有做任何记载 即末世文化部门 正在研究方案 如何将 即1425年后的 第二次修复记载 审慎地 落到经卷的 合适位置上 这是处于 对这部绝世经卷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做必要 而真实记录的考虑 好时十年 用金银和银银 写成的这部经卷 约需要多少金和银 造经人为何会高价 抄写这部 妙法莲华经呢 请继续收看 游记末 上国宝 经卷的第五卷 有这样几行字 果州西冲县人 报代理弟子何子之 与同寿女弟子陈氏 代长男文用 刺男文作 小男文一 同造此经 愿长宝安吉 供养一国母亲杨氏 看起来这个人呢 是一个妇教的行徒 或者他母亲 是一个 绝对的妇教徒 那么他 就要 永远是一个 仪式的家 他就 给他 母亲 打造了这一 这一部经卷 然后来 供奉他的母亲 既然这部 妙法莲华经 明确记载着 是北宋时期 由何子之出资 在四川写旧的 那么 他又为何千里迢迢 辗转流传到了 吉末 是什么人 又是在何种情况下 把他带到了吉末的 有一种说法是 经京城 辗转到吉末的 如果是这样 那必须是在吉末 地位显赫 高官厚禄人家 才有这种可能 走进吉末市 金口镇凤凰村 可以看到 达数百年的 青砖辉宝的宅院 坐坐相连 从他们的才智 和气势上 处处透露着 当时主人 妖产万贯 财大气粗的信息 怪不得有人说 就是北京的王爷府 也不过如此 在这些 气势不凡 三百多年前的建筑上 也时常发现 典型的道教和佛教的图 这说明了 这家主人既是佛教的信仰者 又有着雄厚财力 这和专家研究的结果 基本吻合 传说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 从吉默房氏家族的祖谱中 主人显赫的身份 清晰了起来 为什么就是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 他往下那一多 就是 坊哥 这个是这么大 哦 这个是 怎么的 他是 他是九世 是吧 是吧 小话第9.1 哦 第9.1 这不就是 专家介绍 历代的吉莫人 在京城做高官的 确实大有人在 有一种说法是 房家祖先 把这部精美的 金银庙法莲华经 带到了吉莫 他有一种观点 这样也有没有 是因为当时 在吉莫马山那个地方 有个刘仙姑 他就是对道教和佛教 都非常有研究 就是当时明朝的神宗皇帝 和他的太后 这个赐送太后 就是这个 邀请他们 到京城里 给皇帝太后 还有大臣们讲经 可能就是这个 慧觉参师 在讲经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 回来的时候 皇帝赐给他一些经卷 也可能是这样一个 图案 再有传家认为 这部经卷 是吉莫的 皇室家族的祖先 带到吉莫的 吉莫的皇家 是怎样的家族呢 吉莫推车 有这样一种可能 吉莫有一个王族 是皇家 皇家山 在明朝 从中做过 并不尚事 他寻方三变 山西感受 也到四川去过 而且这个皇家呢 他非常信佛教 他在洛杉矶 那个发黑寺 就是皇家建立 这就是位于青岛 牢山东路的 华岩寺 寺庙的简介牌上 明确地告诉我们 寺庙的前身 这座实践于 明末时期的 皇家四人寺庙 在1937年 捐给了国家 起名为华岩寺 如今的华岩寺 天天相课 络绎不绝 僧人们每天做的功课 就是念诵和抄写 庙法莲华经 那么 庙法莲华经 贯穿着怎样的 佛学理念 在吉末 皇家很是有些名气 为中国历史 做出贡献的 大有人在 据不完全统计 吉末皇室家族 在明清期间 担任朝廷命官的 有170多人 其中11人的事迹 载入明史和清史稿 在清代的戊序变法中 皇室家族 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么专家们认为 宋代的金银庙法莲华经 出自这个信奉佛教的皇室大家族 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此说法 皇家的后代 给出了肯定的解答 1956年 我有一天访访回家 回家我的父亲 放到家里很多书 我要翻楼看 母亲说不要动 父亲说看一看吧 明天就要送到政府里去 当时有两套书 有一套是发帖 有一套是扭发莲花经 我翻翻看看 那个扭发莲花经 是分了好几个包 都用黄色的这个灵子包着 就是得说的黄色的包袱吧 包着好几个包袱 我翻开以后 里面呢 都一些银巴色的字 还有是金色的字 很好看 还有一些画 老爷说 这就是经画 这就是叫发花经 后来就说 这叫妙发莲花经 接二天呢 我的父亲 就把他送到政府了 委员会里去包馆了 这部妙发莲花经 在1986年以前 一直静静的躺在 吉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 那么 是谁发现了他的价值呢 1986年 中国文物检验委员会的 副尊石淑青先生 到秦州来讲学 他后来到吉墨博物馆来参观的时候 就发掘了这个 金印书缅发莲花经 他因为是一个很好的包袱 所以也引起吉墨市的文化单位的重视 到了第二年 到了第二年呢 就有七公 石淑青 他们在一些 文物检验委员会的尊严 副尊严 他们前头在北京 请了五十位文师专家 来给这个 做检定 检定以后 就作为他是国家一级文物 西式正宝 这吉墨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文物的最宠 妙法莲花经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 不得不隐藏起身 在严密保护下 又要隐居于金库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